大家好,我是JY 慘淡的2022年即將過去 今天來聊明年2023年可以期待的公司及產業 今年的同膨及升息仍將延續到明年 是全球金融市場必須面對的重要議題 經濟向下修正的風險還是很大 目前出現殖利率倒掛是僅去衰退的警訊 所以衰退是必然的 一取股市最佳的進場點應該是在明年第一季到第二季之間會有比較好的買點 因為全球的經濟受到升息而消弭通膨,成效會逐漸顯現 明年上半年通膨會由高點慢慢的向下走低 入入經濟循環的晚期階段 貨幣政策會逐步轉為中性 下半年隨著貨幣政策轉向寬鬆 支撐經濟與就業逐步恢復成長 台灣上市公司的表現渴望優於現在 明年可以期待的產業有半導體、雲端伺服器及電動車等領域 半導體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台積電 今年的獲利是很有機會突破1兆元 而且台股的權重又超過1%以上 大約是26%到27% 等於台股大盤指數的漲跌 台積電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雲端伺服器產業主要是受到 Intel跟AMD推出新平台 新平台會帶動規格升級 直接對供應鏈的毛利率有正面的幫助 除此之外 國際的雲端公司也紛紛公布2023年 將會增加資本支出 預估渴望帶動整體伺服器出貨量成長5% 是2023年少數逆勢成長的電子產業 全球雲端巨破採用的伺服器製造商 Google雲端伺服器 有超過5成是由廣達代工製造 3成來自音業達 引書伺服器也有5成是來自廣達 另外3成是由微影製造 而微軟伺服器代工台廠包括 鴻海、廣達、微影、營業達 台廠代工的四家雲端大咖 Google、臉書、亞馬遜、微軟所需的雲端伺服器 是超過了8成 所有雲端伺服器產業就可以關注台廠的代工公司 電動車產業主要分為三大類 分別為電池、電機、汽機車 電動車產業上中、下游又可分為 上游是電池材料的供應商 中游是電動車零組件供應商 下游則是電動汽機車與電動自行車的製造商 在電動車產業裡面 台灣的公司則是相當的龐雜 如圖表所示 在電動車未來領域的戰場演算法中 特斯拉目前是掌握了優勢 打造出獨一無二的供應鏈 特斯拉積極下單台積電的先進製程 台積電將取代三星拿下特斯拉新一代的 全新自動駕駛晶片訂單 並以4、5奈米製程量產 特斯拉有望在明年要升為台積電的第七大客戶 因此明年最需要關注的公司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的成功來自於技術的領先 以掌握市場的需求 其次要關注的就是代工五哥 裡面個人最關注的就是代工龍頭鴻海 今天就特別把它拉出來聊 它包含了半導體、雲端伺服器、電動車等領域 營收佔比、消費智能產品佔52% 雲端網路產品佔24% 電腦終端產品佔19% 眼界及其他佔5% 紅海今年的表現依舊穩定亮眼 第三季的營收是一兆7,466億 是較第二季的一兆5,098.1億 成長了16% 較去年同期的一兆4,057.68億 成長24% 是創下同期歷史的新高 第三季的毛利率是6.16% 較第二季的6.4% 減少0.24% 是比去年同期的6.3% 減少0.14% 營業利率是485.49億 營業利率是2.78% 較第二季的2.94% 減少0.16% 比去年同期的2.57% 增加0.21% 第三季的稅後盡率是387.59億 較第二季的332.94億 成長16% 比去年同期的369.84億 成長5% 第三季的稅後盡率是2.22% 是較第二季2.21%為幅增加 是比去年同期的2.63% 減少了0.41% 第三季的EPS是2.8元 是優於第二季的2.4元 及去年同期的2.67元 今年前三季累計 營業收入是4兆6640億 較去年同期的4兆 1042.65億 成長13.6% 創下同期的新高 營業毛利是2890億 成長16.4% 前三季毛利率是6.19% 較去年同期的6.05% 增加0.14% 營業率是1296億 成長34.4% 營業利率是2.77% 較去年同期的2.34% 增加0.43% 最後淨率是1015億 是較去年同期的949.29億 成長6.9% 前三季的最後淨率是2.27% 是第一去年同期的2.31% EPS是7.32元 又一去年同期的6.85元 也是創下至2007年以後 同期的新高 目前鴻海是進入了財報空窗期 要等明年4月以後 才會公布今年第四季的財報 及整年的財報 而鴻海第四季的EPS 個人推估是在4.6元上下 全年的EPS是大約會落在11.9元左右 而明年2023年的EPS 則是很有機會挑戰12元以上 很有機會挑戰歷史的新高 營運是逐年的成長 配息的部分 鴻海是連續34年配發股利 合計發出119.19元 從上市以後 是至少連續配發1.5元以上的股利 而從上市到2013年這段期間 是至少配發1元以上的股票股利 代表鴻海在這段期間 獲利成長是很強勁的 但也因為股票股利發得太多 造成股本膨脹稀釋獲利 從2017年以後都改發現金股利 並在2018年減之兩成 在2020年因疫情經歷了營運股底 EPS是2000年以後的新低 7.32元 近兩年獲利則是回復了過往的成長水準 EPS都至少在10元以上 而今年市配發現金股利5.2元 是創下歷史的新高 明年的配息如果以推估的EPS 11.9元 以余分配率50%計算 是月配5.75元 也將創下歷史的新高 以目前的股價100.5元來看 殖利率是5.7% 算是相當不錯 對於明年紅海的展望 不確定因素仍然是受到通膨上升 疫情干擾 國際局勢不一定等影響 2023年將會是紅海電動車事業 非常關鍵的一年 渴望開花結果的一年 再維持既有的ICT產業競爭力 並擴大3加3的新市業佈局 明年的資本支出將會高於均年 而雲端伺服器及電動車產業 都是未來的趨勢 紅海明年的營運 如果真的如我們所預估的達到歷史新高 以今年的股價走勢在100元到115元之間打底了一年 目前是在今年的相對低點 紅海未來的獲利 如果EPS都能維持在11元12元以上 我們是可以期待它的 當然後續是要持續追蹤它的獲利的 好了 本集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你的觀賞 喜歡影片 也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